好 所以我們看到 郭台銘說我連署路非常艱辛 不是只有國民黨卡我 他說民進黨也卡我 所以之前他在連署之前 大家就說他一旦啟動連署 民進黨會幫忙 不見得有幫忙 但是到底是國民黨 民進黨在卡郭台銘 還是這些派系龍頭 派系要腳自己打推堂鼓呢 現在來說談錢很俗氣啦 郭董講了 但是還是要講 現在地方傳出來說 郭董不是說之前要辦一些活動啊 你要知道辦活動造勢 遊覽車要先訂 現在是選舉忘記 現在不到半年了 通常很多東西 你要去跟遊覽車的公司業者 booking起來 還有包括地方派系也傳出來 本來講好的 要跟他們訂這些 音響設備的這些廠商 要他們派系去找人找廠商 怎麼活動後來取消了 訂金也還沒付 結果這樣子 後來他們就那怎麼合作 就講說郭董那邊申請的這個錢 可能要按照大公司的時報時銷 那請問他們到底這個錢怎麼付 那如果地方派系沒有這些錢 去幫他們去找人 找廠商 找動員 去booking的話 請問要怎麼進行下去 那郭董當然就沒辦法怪人家 沒辦法怪地方派系說 不幫你動員 不幫你找人 你活動場次也先後取消 那你怎麼辦活動 那人家看到的這個 並不是像大公司要申請和銷 單據幹嘛的 或者是辦活動這麼繁雜 通常選舉跟這個企業不一樣 那請問一下 因為你有很多選舉的經驗 拚孫季跟有辦法航行都有法票 不可能 甚至你有些可能就是沒有收據 如果除非你有些公司 他有登記公司 比如說什麼可能會拿不到發票呢 譬如說你可能 你要叫他們那個坐五台車 他可能就沒發票啊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樣 一般的這個 出來坐那個動員的時候 遊覽車他可能還是有發票 可能還有收據 不見得是發票 所以不見得每一個選舉活動 你都有發票收據可以去取代 你可能還去 廠商可能還去找收據 而且他會跟你講 如果要找發票找收據 他們要負擔那個成本 要百分之五的錢 好 那郭董可能是企業家出身 他認為財務要走標準流程 SOP 可是在選舉上好像行不通 我就說他不是一個老練的政治人物 我自己打過選舉 非典政治人物 我打過選舉 我打過總統 縣市長跟立委 確實在選舉的過程中很多的金流 是甚至現金交易 所以現在是不是因為經費合銷的問題 造成很多地方派系打了退堂股 但這倒不是主因 不是主因嗎 因為那一些過去郭董 在六月份七月份的時候 也都過辦過這些地方的活動 那這部分的這些付款 支付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現在才突然傳出這個聲音呢 其實主要還是國民黨在兼幣親野 真正被國民黨卡的是黨紀的部分 包括我們在參選前幾天 我們就跟地方空口溝通說 當天參選就感謝各位 但不用來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要動手了 所以我們都尊重他們 那之後我們連署開啟之後 你們要怎麼透過自己私下的人脈 找那些沒有黨籍的朋友幫忙 我們也都尊重